国民党放话的放话 做动假动作的做假动作 一副好像说过去对郭台铭多好 提名后遗都已一周 还在努批蓝营假动作 但在回国之后 郭台铭下一步要往哪走 叫声始入郭台铭的住处 里头做的是张华县议长谢点林 23号下午北上来见 郭台铭是要针对未来动向 给他一些建议 包括还没定案的全台感恩之旅 或许还想发挥自身政治影响力 却挺郭立伟 似乎想高歌离席 郭台铭总长从日本回国 其实是巧遇 郭友宜总统参选人 我们前党上下 大家也会团结一致 前几天的机场相遇 真的只是恰巧而已 但除此之外 据了解过去一分为二的郭团队 现在也只剩公关公司人马 再效力 原先进来帮忙的政治幕僚 因为多具国民党籍 都已纷纷离去 郭董到目前为止 在很多年轻人或一些选民上面 他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致 归对与否 其实党内说说就有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郭总统参选择